既然你想做一个忠祖 每日与我作对任务不开心 那你就下去 继续造你的龙儿人吧 这样也算我 成了你们主皇儿人之间的情恨 丙心 兄姐 王妃 王妃 别来回来 让我气王妃 不要来啊 你要活着 不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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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事做尽不见我床前 昨天就没怀疑过吗 我就应该看着你厌弃 堵了你会阳间的路 这桩婚事 可还是我帮你做的 你娘厌弃的表情 可真是精彩 什么 是黄村路陪他吧 凌云 我不要放他 凌云 我是亲王妃 你要杀了我 殿下一定不会饶过你的 殿下需要的是路 你不过是个废物 我杀了你殿下不会在意 今天你就算死在这里 常怀不清对路家对月儿的血斩 凌云 放开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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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王妃 破坏 弯نت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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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陆安然 你现在杀了他 只能图一时之款 你跟他不一样 杀家人之仇你背负不了 我也不会让你背负 方才是我处事不到 让殿下见笑了 既然是请罪 就要有请罪的样子 跪下 本王让你跪下 是我处事不到 冲撞了庆王妃 还请殿下恕罪 陆欣然的命 本王不在乎 就算他是一条狗 他也是庆王府的狗 打狗看主人这个道理 你应该懂 下次我必定先征得 殿下的同意 再来杀他 你这个女人啊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是 起来吧 刚刚回到汉京 就着急见本王 怎么 是特意来杀人的吗 我想把灵溪带回去 还望殿下准许 你是一个生意人 但州的宫买不了今天的账 想要带走你的人 得拿出一些诚意来 那个人 变成也就是 变成了 老子 请许愿 thee 我 我们 殿下 你要是实在担心的话 就进去看看吧 亲王殿下不会同您计较的 怎么样 二哥没为难你吧 那灵芯呢 我有些累了 赶了一天的路 我先回去了 你个臭小子 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啊 连敲门都不会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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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来了 来 二哥问你 你来找我 是不是为了陆安然的事情啊 二哥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和陆新人的事情 今天他只是一时情急 没有注意分寸 你要罚也罚些别的吗 还是将灵芯还给他吧 陆安然对你来说是朋友 但是对二哥来说 他只是想跟我结盟 既然是结盟 就要有诚意 二哥现在 还没有完全信任他 如果不拿住他的痛楚的话 他怎么才能够真正为二哥所用呢 可我以为 人当于真心为美 才能成全彼此的信任呢 先如今这天底下 哪有那么多真心呢 多的都是心怀设计 计较得失 你二哥是个俗人罢了 怎么 是不是 对二哥有些失望 我知道这段时间 在陆安然身上发生了很多稀奇的事情 你怀疑他 一定有你的道理 二哥知道 你会理解我的 但我也想让我朋友开心 你想怎么做 二哥 能不能将灵芯借我一天 就当剑花献佛了 让我 送给初来驾到的朋友 一个小礼物 来 你这个臭小子 这么伤心 是不是 看上人家了 没有 就是知己 只是知己 知己 好 二哥依了你 谢二哥 殿下 本王知道你担心什么 我这个九弟呀 很少来求我 所以 本王也不忍拒绝 不过你放心 他是守信用的人 说了一天 就肯定只有一天 只是不知道 陆安然那边 会不会领殿下这份情啊 本王不在乎 陆安然是否成情 他不是真是那个丫头吗 让他看一眼 再收回来 得而复失 他会更加拼命的 殿下英明 被犹疑救了 怎么可能这么巧 殿下现在肯定知道 您是毒害了姐姐嫁进来的 那可怎么办呀 你干什么 这个没用的东西 那必该死 这世上哪来这么多大难不死 我和母亲都算错了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 就是她的计划 她就是想羞辱我 折磨我 奴婢还听说 她在汉京住了下来 以后肯定还会常来福利的 不行 我得去告诉殿下 殿下 妾身有施药兵 未经通传擅闯书房 你好大胆子 妾身是担心殿下 遭受陆安然的蒙骗 这才失了分寸 请殿下恕罪 你跟柳氏何许伙来毒害陆安然 这件事情本王还没有追究 今日过来反咬陆安然一口 你这些小心思 是以为本王不知道吗 殿下 如今陆安然气势汹汹地闯入亲王府 想要了妾身的命 又怎么会被妾身的母亲所害 为何妾身的母亲死了 陆安然她却还好端端地活着 陆新然 你觉得这件事情的真相 本王在乎吗 殿下 本王告诉你 只要陷入金陆家 还能为本王所用 陆安然 本王还能够驱使 这就够了 本王不在乎亲王府 多你这么一个闲人 但有个前提 如果你成天搬弄是非 那绝对没有你的好日子过 记住了吗 殿下 出去 殿下 本王让你出去 是 是 妾身告退